地盘工业意外贫生 死者家属扑断场 兴团集团核下两间建筑公司 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和精进建筑有限公司 所负责的地盘 近三年来发生四宗致命事故 总共六名工人命丧地盘 其中精进建筑 更涉及去年九月 导致潘妈妈痛失爱子的 安达神道林天晴恐怖意外等多宗事故 我都是和那个女儿两个人相依为名 都是以前一样 除了等,都是等 等看新闻 等相关的部门通知我 我到现在我接受不了 面对不了 我这么小的、这么乖的 年轻人这么近来 这样就没了 你叫我这个妈妈 十几年单亲 这样挨戴她 这一年 自从她走了 一样,我的天都跌下来了 我每天生不如死地过 听到精进两个名字 我都很愤怒了 电视机我都想打烂了 前天,政府宣布 精进工程已经钉牌 但令潘妈妈痛不欲伸的 同系公司精进建筑 暂时还未停工 政府仍处理她的牌照事务 我觉得这个精进建筑 更加不应该续牌给她 她的地盘不停地出事 我觉得政府应该严肃处理 不要让这些害群之马 保持一个小幸的生态公司 继续生存下去 我不希望再有工友 再有其他家人 受到第二次伤害 不停制作更多破碎的家庭出来 有人认为精进建筑 还有很多未完成的项目 怕钉牌影响工程进度 潘太太就这样认为 她这间公司 有没有这个能力 继续建筑 那工人的命 很重要 怎样要交楼很重要 立刻停止她 应该怎样交借 应该给哪间公司 继续建筑 工人有一个安全的场所上班 再去做事 去建筑 要这样的前提下 才健康 才稳健